大家好,歡迎收看Belibaba 訪同一個講,2024年第31個星期 美國的經濟數據 出了7月的就業市場數字 新增的職位多了114,000份 你沒聽錯,由20萬以上 就慢了,慢了 幾乎一半 這亦是比起預期175,000份為之弱化的 還有就是5、6月的時候 那個數字亦都被調整 低了29,000份 整體來說,這個數字相對來說 是比較弱雞少少 在醫護和社工界 仍然有64,000份新增 其次呢,某程度上夏天 其實很熱 建築業也上升了25,000份 越熱越多工做 如果你是一個建築界的朋友的話 熱熱熱的時候可能賺錢多了 但同一時間又很辛苦 不過這個可能我張心比忌 因為我怕熱 另外就是旅行多了 可能 娛樂 餐飲 和酒店業 Lasers & Hospitality 都多了23,000份 交貨民 這個公帑 也請多了17,000個新增職位 雖然是這樣說的 其實公帑都已經是比起 之前的平均數 又跌了 還有 之前新增的職位 以及職位的空缺 Vacancy Gap 是很大的 尤其是COVID 在所謂Post-COVID 是超誇張的 現在開始看到收窄了 正確來說 你弱化是一件不好事 但收窄某程度上是一個好事 Job Thinus 是好 同一時間也多了人 可能畢業 多了人找工作 以至於 Job Thinus 也多了42萬 當你Job Thinus Job Thinus 多了 但你短時間 找不到 工作的話 即是 即時找到 幸運的話 但是 按百分比 相對來說 除非你認識人 理論上 都是小人 即時找到工作 所以令到 那個失業率 也都由 4.1%上個月 推升到 今個7月 上到4.3% 仍然是很低的 但是 無論是失業的數字 或者是新增職位的數字 都是相對來說 是弱化了 另外 人工 按月 就升0.2% 那個 Average hourly earnings 而按年的話 同樣地 是減速由3.8% 按年的升幅 減到3.6% 每次都看到 勞工市場 可能是比較 聯儲局說 Solid 確實正的 但是 很明顯弱化了 要看第8月 9月 各方面 會不會持續地弱化 低於15萬一個月的新增 可能 就真的會出現一個衰退 就算不是一個嚴重的 也可能是一個結構性的衰退 所以這個 是不可以持續的 因為樣子很衰 另外 新領失業救濟金 都是創了 Post-Covid的新高 也不是多 其實 44萬9千個 新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這件事會不會帶動到9月去聯儲局減息呢 稍後再討論多一點 另外 另外 又出了7月的汽車銷售 上去 按月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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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月上15.8M 1580萬架 按月上4.2% 按月上4.2% 按月上15.8M 通常會出未來一年 所謂未來一年的新款 各方面 接著 另外就是 ISM製造業 指數 同樣也有一個弱化現象 下降到 榮伪線以下46.8% 之前 預計是48.8% Demand就弱化了 Price也是不靚仔的 下個星期就會出這個服務業指數 看看可不可以在榮沽線以上 如果再進一步弱化更加證實經濟 就開始不再強勁 哪怕是實情都好 聯儲局在今個星期7月30-31日 都有一個會議 維持利率不變5.25至5.5這個空間 這也是一如市場的預期 聯儲局說經濟生產總值是實情的 剛才也說到 而就業市場仍然繼續上揚 雖然有少少下跌在當中 而這個通脹也是改善了 以至於他首次改了口風 就不再擔心通脹怎樣怎樣 一定要看到信號是下跌 有個有罪地下跌到2%才會放寬各方面 而是他現在開始雙重地擔心 究竟怎樣去平衡 美國的就業和平衡通脹之間的關係呢 要知道過去40年 玩這個平衡降線是玩得非常有技巧 當然這個是完全是戰爭和平 這件事 過去40年都是非常平穩的過渡 以至於經濟增長是有2%上升 而這個通脹同樣地每年是2%很平伏的 而失業當然有起與跌 但仍然都是朝著一個相對地比較低的位 難怪現在其實是一個低與更低之間的level 就算今個月7月的數據 從4.1升到4.3都好 都是低的水平 比起歷史來計 之前都有分享過的 要維持這件事不是不可能 但是是一個戰爭的態勢 或者是一個疫情的態勢 我們所謂現在後疫情裏面 我們倒數就是整個工業革命 由19世紀中期一直扯到20世紀 完了戰爭 韓戰和越戰之後 這段時間 根據所謂Philip Curve 其實這件事是逆反的 有意思就是說 當你遇到一個失業的浪潮的時候 通常那個inflation就是低的 反過來當你inflation高的時候 就反而增加就業 原因很簡單的 因為你的經濟體不斷去起飛 不斷去擴張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衝撐了更多就業的需求 以後失業率就大了 這是所謂健康的大 但是同一時間也會同時間 令到經濟帶動的inflation加重 但是現在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歷史上 在19世紀中到20世紀中 或者是第三個 25年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很多的戰爭 那些情況發生的 以照這件事就成為 你戰爭也會某程度上 帶動通脹系上升 物資短缺各方面 但是同一時間也可能會令到經濟扯上去 因為在一種靈和遊戲當中 你如果只是計算那些比較成功的國家 通常現在所謂的歷史Philip Curve 都是計算英國的 最主要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英國的 於是你就會看到 在大英帝國的扯上去的過程 這樣也是維持一種這個現狀 但是過去40年Philip Curve就失效了 因為你長期維持一個 好像是很和諧的通脹 還有一個失業率 再加上經濟的增長 都是非常 consistent 都是非常溫和 沒有一些逆反的狀態在當中 不過現在來說 可不可以用這件事呢 變相來說 如果你要平衡這兩者的時候 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會見到 當這個經濟是繼續上揚 而上揚的幅度是大於2%的時候 可能需要的反而是一個 Inflation的上揚 如果你壓低了那個Inflation的時候 可能就會令到那個經濟 就反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收縮 暫時來說不少的分析和經濟學家 就覺得聯儲局是會在9月減25個basis point 而且未來在2024年更加會減3次息 即是75個basis point 總共 這個解釋到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那個債市 裡面呢 美國那些 兩年 十年 還有呢 這個三十年的債 由這個 原本 覺得 只是會減1馬息 變成3馬息的時候 有一個下跌在當中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股市同樣地下跌 那麼根據過去 如果是by statistic的經驗來說呢 通常來說呢 當債息下跌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咦 應該股市都升了 那麼這次也是同步 那麼 類似這個Philip Curve 當然那個經濟理論不同 那就有一個逆反的狀態 過去呢 40年大部分的經驗呢 有不同的出現的情況 那麼 六支後市如何看看 可能真是會減1馬息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dependent on 總統選舉 哪個上台啊 dependent on 國際關係啊 各方面的時候呢 都會呢 是來到去 變化 因為呢 聯儲局 仍然都維持一樣觀點 就是呢 他會去觀察 市場 相對地被動地 來到去選擇 維持利率不變 還是繼續 來到去減息的 那麼今天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Fully 那個的經濟數據分析呢 能夠幫到大家 作為一個參考